其實秉珍 构草稿有進步喔 給你看一下 其實如果你有常看他以前畫草稿 這張草稿他有很盡力喔 你看他畫大腿 你看他屁股 他這張圖的狗狗 其實很有線條 但雖然結構上不是那麼準確 因為他是很仔細的看著外型 畫出來的 但是呢這是我覺得他畫 自己畫練習構圖資料裡面 畫得非常好的一次 所以我在教的時候是教怎麼說 我說你就不用 就是外形先畫 你看我就分了幾段畫 說身體跟腳分開畫 再不要描住外方畫 其實你就可以夠得更好這樣 那他的狗狗我覺得他今天的浮雕 算是他完成的算比較快 所以層次感的部分其實做得還蠻不錯的 只有一些些他在淺的地方 我說要怎麼更淺怎麼更深 我說要不要想知道他是個半立體的東西 我就常用手 比如說像這樣 或像這樣 或像這樣 這樣凹一點點 他會比較知道那個立體的方式是什麼 怎麼會有些人 有些人